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士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法 被千万千难遭遇 我今千万得受此 愿其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讲 净土教言 净土教言里面 前面已经介绍了 我们对阿弥陀佛生起信心 欲求往生极乐世界 这两个因相当重要 本来前面已经介绍了 往生极乐世界 必须要具足四种条件 这四种条件呢 我想平时我们自己 修净土宗的时候 也应该值得关心 值得注意 自己到底具不具足这四种条件 如果没有具足的话 可能很难往生的 比如说一个人 对阿弥陀佛经常观想 然后也经常发愿 也经常 还特别愿意往生极乐世界 但是他不具足菩提心 他的这种心 完全都是自私自利 自己想到哪里去 享受一些快乐 这样想的话 这种人能不能往生呢 我想是很多研究 净土宗的一些法师们 对这些问题 应该值得关心 值得研究 因为现在对清宗方面呢 也有很多的 学研究方面的一些高尚大德 一些知识分子也比较多 所以我们在其他的一些理论上 理论上的话呢 有时候研究也可以 但是最关键的有些问题上 比如说 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的话 从理论的角度来讲 具足哪些条件 这是我们根据释迦牟尼佛 亲口所说的这些经典 作为自己的依据 来进行探讨 在这个过程当中 看看我们往生的话 不管是别人也好 自己也好 凡是学净土宗的人 要往生极乐世界 需要什么样的助缘 有什么样的违缘 这方面 我觉得 应该大家值得关心 今天继续讲下去 如是功德全部是 三圣阿弥陀佛的发愿力和智慧力幻变的 因为极乐世界有我们凡夫人是无法言说的 许许多多的一些殊胜的功德 那么这些功德的来源是什么呢 就像我们《入菩萨行论》里面 所讲的一样的 一方面 具有三根众生的三缘清净力 另一方面 也是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 他发了这样的愿 我们四十八愿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外世界和七世界里面的 所有发愿的状况 在因地的时候 也是这样去的 比如说《大智度论》当中 也是有的 当时阿弥陀佛变成法藏比丘的时候 在《世间自在王如来》面前 他发愿所有的这些刹土当中 他亲自一个非常清净的 就像我们现在所讲的《极乐世界庄严刹土经》里面 这样的一个净土 他受持 我们去年前年学的《百年传》当中 宣述释迦牟尼佛功德的时候 也提到了 当时释迦牟尼佛发什么样的愿 阿弥陀佛当时发什么样的愿呢 尤其是在《法华经》里面 当时一个国王有十六个王子 十六个王子其中 阿弥陀佛应该是第九位王子 释迦牟尼佛是第十六位王子 当时他们各自不同的 受持自己的清净刹土 释迦牟尼佛当时选择 我们现在的这样的 无浊变满的这样一个世界 让阿弥陀佛也宣持得非常清净 善妙的刹土 还有《百华经》当中 也有不同的一些说法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当时变成 宝远尊者 当时阿弥陀佛变成 无证连尊者 当时也在发愿 发愿的时候也有不同的一些 好像当时 宝藏如来面前发愿的吧 所以我们各个经典里面 都可以看得出来 释迦牟尼佛在五百大愿当中 受持什么样的刹土 而且这个发愿 完全已经实现了 实现过后 现在我们作为修行人来讲 是对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非常有缘的 去年《世尊广传》当中也讲了 我想我们很多道友 特别重要的一些话 应该值得提醒 你所有的前进忘论 全部要学通的话 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我们每一次 学一部论典的时候 里面肯定有一些重要的问题 世间上的人也是 比如说一个领导开会的时候 下面的人听的时候 最重要的上面 他就开始打一些线 也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想我们《世尊广传》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再加上阿弥陀佛 也实际上是《世尊广传》 对释迦牟尼佛 有非常好的一种因缘 还有一个 我们对阿弥陀佛 也有非常好的一种因缘 所以我们一方面 一定要祈祷我们的本次释迦牟尼佛 这个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 我们时时刻刻的 对阿弥陀佛的这种清净刹土 应该有信心 有了信心以后 自己要对这里有往生的意乐 有了往生的意乐以后 自己会祈祷 自己经常会祈祷 会念佛 观想 这样以后 我们所作的一些 三个回向于往生极乐世界 自己具足这种条件的时候 必然我们是一个凡夫 具有一切烦恼的众生 但是我们依靠这样的身体 也可以直接往生 这个问题我想记得 应该下文当中有广说的 所以他这里说 功德全部一方面是阿弥陀佛的发愿力 还有阿弥陀佛的 不可思议的智慧的幻变力 比如说我们得了一地菩萨以后 超越一切世界的 不可思议的力量 然后得了七地菩萨以上 三清净地 有无清作的一些力量 然后到了佛地的时候 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不可思议的智慧力量所导致的 这样不可思议的智慧所形成的刹土 我们凡夫人是无法想象的 而且无法想象的 比如说从来没有学过任何科技知识的一个幼儿园 他会不会知道是美国的一些高科技的各种操作 这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他从来没有学业 也没有学过 而且这方面一无所知 然后他会不会知道这些呢 不可能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凡夫人很多都是 很多都是 我昨天也不是这样了吧 我们现在凡夫人的智慧的范围是非常渺小 这个是非常渺小 就像是我们一个小小的增的增严一样的 那么佛陀的智慧的范围 广大无边无影 所以我们对佛陀的有些智慧 境界不可思议 一定要有信心 这个相当重要 如果信心没有的话 那完全都成了世间的一些知识分子了 下面《无事故生众子经》当中是这样讲的 那么佛经里面这样讲 具有信心的善难善虑 只要有信心 将往生净土 所以将往生净土 它这里说 具有信心的善难善虑 只要有信心 我们对不管是 清净信心也好 意乐信心也好 不退转信心也好 凡是对往生极乐世界 第一个一定要有信心 还有有圣洁心 圣洁心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愿意到哪里去 有兴趣 或者又特别喜欢去哪里 我们平时也可以这样讲 还有恭敬心 光是我相信阿弥陀佛 然后我也想去 但是我对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 什么都没有一点恭敬心的话 那佛法的力量和加持也不一定得得到的 所以具有这种心的话 这种人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还有在《净土经》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他这里呢 比如说我们世间上的所有的众生变成佛陀 并且这些佛陀都具足清净的智慧 完全通达一切世俗地和圣仪地的意义 他们在成千上万的戒里面 成千上万的戒当中 虽然已经圆满地赞养了极乐世界各种各样的功德 那么这样赞养功德的时候 赞养的世间多生累积 也就是说千百万戒 一亿的全部都过去了 就是时间已经过去了 但是赞叹极乐世界的功德还没有说完 还说不完的 然后这些诸佛们 赞叹极乐世界的语言或者辩才也是用不尽的 比如说我们世间的一个人 你到一个某某地方去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的功德 你说的话 可能是说半天 说两天 说几天以后 说说的内容也已经用完了 讲完了 然后能说的语言 已经到净土了 没办法了 前一段时间 我去上海 上海放生 最多可能是五分钟 就已经讲完了 上海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的语言就这么这么 已经讲完了 但是并不是这样的 极乐世界的这个描言功德的话 一切佛陀以各种神变力来宣说 也是说不完的 有这么大的功德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像围乘那么多的无数的世界呢 在西城有围乘那么多的 最细微的一些西城 比这个更多的世界当中 全部都充满珍宝 金银财宝 然后上供下侍 当然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何人一听闻阿弥陀佛名 极乐生功德 欢喜二合掌 此佛生前佛 那么其他一个人 他就听到了阿弥陀佛的名号 然后又同时听到了 知道了极乐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功德 那么这个人心里面 对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生起极大的欢喜心 然后他就顺便合掌 昨天不是我们讲了一些极乐世界的功德 我们这里有些道友的 确实是好像跟以前有点不同 就是心里面 以前始终觉得是念佛法门的话 好像是一些老太太 老公公 他们的一种课程而已 对我们知识分子 对我们学密宗的人来讲是好像无关亲耀的事情 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 很多人可能这样认为的 然后我们依靠上师如意宝和弥彭仁波切的教言以后 觉得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 净土法门是非常殊胜的 又这样 然后你的相续当中生起这样的定解以后 平时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也好 平时我们到汉地的一些寺院里面 经常早上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 就是喇嘛阿弥陀佛 喇嘛阿弥陀佛一直以各种各样的音来念诵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应该有一些灭死的眼光 哎 这些人真的功德非常大 你看 听到一个佛号的功德也是那么大的话 早上 晚上一直这样念诵 那这个功德是真实不可思议啊 我们生起信心 然后这样合个仗 合个仗的话 那么这个功德远远地超过什么呢 就是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遍满各种珍宝来上供下施的功德 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世界遍满珍宝 不要说是 我们这个经堂里面 各种金子 什么银子 以这个来供养 或者布施的力量也是没有的 如果我们今天稍微做一点供养 觉得是功德特别大 但是我们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比如说念佛戒 或者是我们平时 导演们辅导的时候 阿弥陀佛的名号耳边听到的时候 哎 这个都可能没有什么的 随随便便就过去了 但实际上我们对佛陀的经典 好像可能有些人还没有真实的信心 再加上 我们自己确实是这方面了解很少的原因 如果真正是有这个信心的话 确实有这么大的功德 这就是佛陀的金刚语 无需的真实语 所以平时我们看到一些 在外面念佛的 还有一些弘扬净土法门的 大德法师们也好 然后一些居士们 对他们应该有恭敬心 我们不应该是自己学的 好像我现在每天都是念什么什么周一 就是看到我修无上大圆满的 修无上大树营的 我是观托噶的 我只看虚空当中 我不管这些 平时我们有时候 我觉得是怎么说啊 我们有些回到寺院里面以后 我以前看见这样的 有些以前到了藏地去学密宗的有些道友 他回到他自己的寺院以后 早上上堂 然后晚上念诵的时候 他就觉得啊 我不去了 我是学密宗的人 我就看我的大圆满献行 然后我就念一个 我的信咒 哎 这个念佛法门有什么的 然后给什么一些道友啊 在里面同餐道友说话的时候呢 就是哎 你们这个念佛法门不好啊 我如何如何如何啊 其实这样是确实不好的 我们佛教徒做人的时候应该有一些 做人的基本的一些标准 比如说说话的时候也好 你的走路也好 什么样的行为呢 表面上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人 你走路 我都有时候这样的 有时候也许可能 我的这种思维有毛病 有时候我顺便外面 一个人走路的时候 看这个人修行怎么样 从他的步伐当中 看出来这个人的闻思修行一样 真的这样的 我有时候到卖菜的地方去 旁边顺便去看着这个人 但有些人的做法 有各种各样一些怪怪的事情 哇 这个人肯定修行 这个人肯定有问题的 有时候猜的对的 但基本上百分之八九是绝对的 然后我们说话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要注意 比如说学密宗的人也好 学显宗的人也好 应该说话的时候 不能说特别过分的 上感情的一些话 啊 密宗是如何如何殊胜的 你们净土宗是不好啊 一下子就说一句话 别人一听到这个人的知识水平肯定很糟糕 就是这样的 有些人学净土宗是很好 只有净土宗才好 其他的所有的宗太都不好 就一句话就断掉 这样可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不管是诸佛菩萨 以前的高僧大德们都可以这样讲 当然你赞叹你自己的宗太是 这是可以的 你赞叹我就是学净土宗 净土宗是所有的释放诸佛的佛陀说法里面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般若经》 像《般若经》的话 以前《游戏历史》里面也这样讲 释迦牟尼佛《转法论》当中十年全部是转的般若空性 也有这样的记载 然后我从站在这个角度来说 《般若经》所有佛法的进化也可以这样讲 净土宗所有佛法的进化可以这样讲 从赞叹我的净土宗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是可以这样讲 但是我在赞叹我的同时 我就说其他的所有的法都不好 一下子就这样断定的话 觉得是可能别的一些宗派的人 听到以后也是心里不舒服 所以我想 我们有些道友们在这里的话 有这么多的高僧大德 你们回去弘扬佛法的时候 一方面你们赞叹密宗 赞叹净土宗是 我非常随喜 但是你在赞叹的过程当中 最好比较一个好的语言来 一方面你赞叹你的佛法也是非常好的 另一方面最好是 也不要把所有其他的宗派全部抛之牢 这样的话 可能很多问题也会出现的 所以我想我们刚才也是 确实是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 功德是相当大的 所以我们《极乐愿文》里面也是说了 听了阿弥陀佛的名号以后 这个颂词记得不是很清楚的 但你们看一下嘛 倒是在那个里面 有非常详细的一个 包括拉拉群仁波切 后面也是用了很多佛经的教证 基本上是跟这个内容相同的 是这样的 这是极乐世界的 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的一些功德 所以我们听到 阿弥陀佛的功德和名号以后 名号以后 应该生起欢喜心 绝对是我们确实 多生累劫当中 所得到的一个福报 即生当中 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而且我亲自有念诵的机会 真是我的福报非常好 应该自己生起欢喜心 而且自己应该发愿 往生极乐世界 也有一个非常猛烈的 非常强烈的 这样的定解 这样的定解 当然自己临终的时候 会往生极乐世界的 如果我们听到阿弥陀佛 或者是极乐世界的这种名号 那么他的福报 实际上在所有的殊胜刹土当中 就是用语言来标准 用语言来宣说 不管是佛陀也好 菩萨也好 那么他的功德 在所有世界当中的语言也好 所有的世界当中的 这种善妙的能拳 就是无法比喻的意思 交通把福与智者福更多 为得胜一地 身心为己本 事故闻此意 断除诸怀意 那么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实际上我们平时通达佛的语言 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然后变成一个智者的话 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我们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真的 他的福报都已经胜过他了 我们表面上就背诵很多很多的论典 但是心里充满邪见 然后对净土宗一直排斥啊 这样有没有好处呢 没有好处的 然后我们自己变成非常了不起的 有一位智者 但是一直我们对净土宗诽谤 这也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听到了 自己一心一意的修持的功德 远远超过这些功德 所以为了通达 得到圣一地 对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 一定要有信心 我们在座的人 争得以后对净土宗 我第一个希望 凡是我们对所有的 不管是法相宗也好 为师宗也好 或者是先宗密宗 对所有的宗派 释迦牟尼佛亲自传下来的法门 不应该有成见 然后你在 怎么说啊 在有些观点上 当然有建立自己的观点 这个没有什么的 但是有些行为上不用拍摄 我那天去一个居士的家里 他在这边 东边摆密宗的佛堂 西边摆显宗的佛堂 我说 你是不是特别害怕 净土宗和密宗的佛像 互相打架 然后他从净土宗的佛堂里面 全部是一些汉传的 净土宗的佛像 坦卡全部摆的这样 然后西方的这边 全部摆密宗的坦卡 佛像 也是这样的 但是他始终是觉得 这两个不能合在一起 如果合在一起的话 就可能有点乱了 这就是我们对佛法 确实是不懂的一种原因 比如说我们 藏传佛教当中也是 不管是麦彭仁波切也好 文殊菩萨也好 或者是宗喀巴大师 萨迦班智达 全部摆在一个佛堂里 都是可以的 这个没有什么矛盾的 但是他们就觉得特别害怕 这就是我们对学习佛法 非常欠缺的原因所致 如果懂得这些各教各派 圆融无畏 融会关通 如果懂得这个道理 不会有这些成见 也不会有这些执着 不会有这些痛苦 所以以后 在修行过程当中 有时候大城市里面的人 确实现在缺少佛法的知识 世间的知识 各方面就非常丰富 但是佛教的知识 非常简单的问题 他就弄得特别麻烦 弄得特别害怕 而且觉得这样做可能不行 那样做可能不行 好像没有学佛的时候 他心里都特别干净 很平静 然后一学佛以后 可能不行 念佛法神也不行 不念也不行 就各种各样的一些疑惑 这就是我们没有学习佛法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书 学习很多佛法 不会有这些痛苦 非常希望以后 我们这么多的一些年轻人 依靠自己的能力传播佛法的精神 这一点很重要的 然后以前还有在外面 有很多的一些居士 有一定的智慧的这些人 这些人的话 自己也是应该定时不定时的 这种时间当中 还是要吸取佛教的精神养育 这几点相当重要 他这里也是刚才讲了 所以我们为了得到圣意地 应该信心很重要的 这里的圣意 也不一定是我们空性圣意的 意思就是说 自己往生极乐世界 或者是获得阿弥陀佛的 各种加持功德 所以圣意的范围 非常广的 不一定是我们 最近全部学了什么 定解暴动论和众观 哦 圣意地是就是远离一切戏论的 然后众观应生派的圣意 你们辅导的时候 希望大家还是应该 按照一些上师的传承 传统来 我就有时候偷听一些人的辅导 就是我们讲的这些 根本没有讲 然后从来没有讲过的东西 不应该在这里讲的呢 就在这里 就开始天之假 也得说说说说说 这样不太好 所以有时候辅导员基本上 当然你们自己有时候 加上一些自己的经验 讲一点点公案 这一点是可以的 但是一般来讲 以前你的穆坎波 喀摩也好 上师也好 他们怎么样讲呢 基本上是按这个传统来讲 这就是所谓的传承 不然的话 我害怕你们明天辅导的时候 这就是圣意的 这个圣意分一个像是圣意和什么呢 这个是圣意 这样的话 那就没有多大的必要 所以我们听到这些经典以后 应该断除各种各样的怀疑 又说 诸法亦亦生 诸亦亦乐上 何则法和愿既得如是果 所以一切法 依靠因缘而生的 这是我们所有的清净和然无的法 全部是依靠而生的 但是这些因缘 全部注意在我们的心上 万法行造的 人在什么样的人 在什么地方 发什么样的意 都会得到这样的果 意思就是说 我们以清净的心 发愿往生极乐自己 虽然我们凡夫人 但是我们的发愿力一定会成熟的 尤其是《文书根本学》里面说 自己相续当中具有戒律 然后以清净的心来发愿 一定是成就的 你发什么样的愿呢 就能获得怎么样的果 所以我们 不管是在家人也好 出家人也好 相续当中最少也是对 三宝的这种皈依戒 或者是居士无戒 或者我们出家和菩萨戒 密层戒 那么就有一份清净的戒 然后发什么样的愿呢 都能成就 所以平时 大家人生还能待多长时间 很难说的 然后我们开极乐法会的时候 也是应该经常念极乐愿文 一边念一边这样发愿 然后我们平时念 普贤心愿品的时候 以前法王如意宝也是讲过 每天我们的课 具足什么呢 往生极乐世界的四种因 所以每天应该 大家念诵的时候 哪怕是一参了也可以 哎 我一定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为什么呢 所有的这些高僧大德 都对极乐世界如是赞叹 然后我也虽然是个凡夫人 但我这样往生肯定会成就的 所以我们平时 自己对自己的心要调整 关心 这个相当重要 这是发什么样的愿 会能成就这样的果 即佛说 这三法根本未生心 佛陀说 一切善法的根本都是自己的心 自己的心了 因此说 生起信心是至关重要 对什么样的法呢 对生起信心是至关重要 不生起信心的障碍有三种 有些人可能这样讲 对极乐世界 你们都这样赞叹 但是我不知道 一直是生不起信心 对上师也好 对佛法也好 有些人可能有这样 当然生不起信心 可能有两种因缘 一个前世的业力非常深重 一个暂时自己的各种障碍 现前可能有这两种 但是我们 遣除这些信心的障碍有三种 就是一定要断除这三种 废粮 我们讲隐命的时候 讲废粮 不是正粮 那么这三种是哪三种呢 为之 邪之 怀疑 必须要断除这三种障碍 下面文彭仁波切一个一个地讲了 所以我们对往生极乐世界 不能生起信心的三种障碍 首先是第一个叫做为之 什么叫做为之呢 从隐命的法语来讲 这叫做是不无知 就是没有了无的这种意识 因为我们对极乐世界 没有完全了解的一种意识 这叫做为之 我们为什么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生不起信心呢 很多人都这个情况不知道 原来不知道佛经里面 怎么告诉我的 阿弥陀佛的功德是如实如实大 很多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原因导致的 有些人说 现在净土宗的有些法师 虽然在整天都是在通过一些 比如说通过网络啊 编诗啊 还有一些VCD啊 以各种方式来宣讲 但是我没有兴趣 其实这样不应该说 不管是哪一位法师 对说法的法师一定要有信心 然后呢 你这个信心是什么样来的呢 以前你对这个不了知 现在呢 了知以后 才会生起信心的 所以第一个是 未了知 如果未了知极乐世界 以阿弥陀佛的殊胜功德 就不会希求往生彼刹土 如果我们对这个地方 一点都不知道 那不可能的 世间上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 西方国家 加拿大的一些环境的优美 就是各方面的条件 我们不知道的话 就是想去出国 到加拿大去旅游逛逛 就根本不会有这种兴趣的 如果别人说 或者是自己已经完全知道这个 那这样的话 你看我们这个地方是如何如何 我一定要去 或者是到印度啊 或者是到加拿大 听说是那个地方非常殊胜 我一定要去 就是马上这个兴趣已经产生了 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们对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 应该作为一个学佛 大乘修行人来讲是 要了解 比如列众愚人不知到珍宝的价值 也就不会问尽他的情况 非以寻找 有些愚者对珍宝有所知 珍宝的价值 比如说现在珍宝 像蓝宝石 红宝石 还有一些金刚 钻石 这些 确实是有很多的一些暂时和究竟的利益 不要说是如意宝 如意宝从自古以来 当然人们都知道 他的利益 一切所有都是依靠如意宝得到的 但我们平时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去新加坡的时候 当时上师基本上都去了 所有的买宝珠的店里面 为什么呢 当时寻找一个红宝石 因为红宝石 上师如意宝一方面 当时修怀悦自在的一个修法 还有红宝石如果待在身上 自己身心获得自在 超浮烦恼 修成红本尊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功德 还有蓝宝石 金刚 钻石等等 有很多制止一些外面的毒等等 有很多的这些功德 但是我们一般愚者 对佛法也不懂 对世间法也什么不懂的 红宝石就是一个红色的念珠 这可能是五元钱 六元钱 其实红宝石和金刚钻石是特别贵 价值特别贵 但是一般的人 他就根本不值得 有些是对珍宝价值 有所知的人 根本不了解 同样的道理 我们修行人当中 也是对极乐世界的 所有的这些功德 庄严 如果有所了解 这些人会好好念佛的 会好好地修净土法门的 但是这一点 特别不精通的话 就可能 我想说 我们今天的山沟里面的这些话 以后在有些净土宗的法师 也许可能起一点点作用 他们想 诶 密宗不是那么坏 还是 看一下 我们藏传法师 别人说是密宗的话 这是肯定不对的 我们学显宗 学密宗 所有的宗派都学 仅仅是去密宗的话 学显广传论的时候 有这样的 以阴的名来契为国 可能会这样的 不然光说藏传佛教 全部堪称密宗的话 这是一个大的误解 为此首先应当听闻 或者遵照无垢经教中 所赞叹极乐世界的一切功德 并选为为人宣说 所以 我们首先一定要多听 我希望你们以后也是不要认为 我是学密宗的所有这些净土宗的法师们 所讲的什么录音啊 以前都是什么什么上师 都是这样子讲了 但是他讲得好像没有什么价值 我就不听 其实你不听的话 你在这一个世间当中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没有做的话 不如我觉得听了好 不管是什么样的法师 我自己觉得真的有些 我前一段时间也讲了 我去年认识的一个居士 他就经常看一些法师的录像带 后来他的心的相续 转变得非常多 其他有些人 自己觉得自己很傲慢 自己学什么密宗啊 但从来不听的话 他的相续没有什么改变 所以经常听一些上师们的教言 然后自己看一些佛陀的 净土宗的无量寿经啊 净土经啊 还有很多很多的弥陀经啊 等等 这些净宗经常看 经常看了以后 知道极乐世界的功德是如是如是的 然后自己懂得这个法以后 可以给别人讲 哪怕是短暂的时间当中 给别人也应该讲 你看 适合哪一个薄弱空性 你就讲一讲心经啊 如果适合一些什么 我们学院里面出学的很多人 《极乐愿文》讲得比较多一点 净土教言讲得多一点 这样也是很好 不管是怎么样 法没有什么差别 只要别人懂得真正的法义的话 我们觉得藏传也可以 汉传也可以 这个没有什么差别 现在有些藏传佛教的人 啊 这是汉传佛教 我们没有什么接受的 其实不应该这样的 汉地的饭 什么大米 我们不能吃啊 这样说了也不太好 然后有些汉传佛教的 有些诗人 啊 这是学的是藏传佛教 我们就不用啊 那么这是藏传的食物 我们不能吃啊 我觉得没有这种说法 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东西 只要是有价值 只要是对我们身心条件上面 有一定的力量 大家都可以接受 让你自己的宗派 不舍弃的基础上 大家应该互相了解 学习的话 确实有些 形容比较宽阔的一些法师 他自己的宗派的基础上 学了很多很多的一些 其他宗派的教言 然后他在弘法临生过程当中 还是有一定的方便 这一点也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比较出名的这些上师们 实际上汉传佛教当中 也相当一部分 虽然表面上不敢说 这是藏传佛教 但实际上也采用了很多 藏传佛教的弘法力生的方法 然后藏传佛教当中 很多的一些高僧大德们 也是利用很多很多 他们弘法的一些方便法 这样我觉得 对大家都是有利的 对众生也是有利的 不然上师之间 也是有一些各种争论 弟子之间 也是经常有一些内战 那这样佛教 我前面讲的一样 生存的空间 越来越缩小 有这个趋势 有这个危险性 佛在佛经当中 这样讲的 弥勒若闻了之 如来因共正等觉阿弥陀佛名号 则必等众生 获得一切善妙 我们如果听到了 佛陀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这个众生 确实得到了一切一切的善妙的功德 任何众生甚至对三师阿弥陀佛 生起一次的信心 对此法门 生起坚定不移的诚信 将不会对利法深情结 如果我们对大乘佛法 就是阿弥陀佛的功德也好 对净土宗的法门 生起信心的话 从此之后 这个人对一些世间法 不会生起信心的 我们真的 心的相续当中 对阿弥陀佛 有一定的信心的话 从此以后 对世间的各种各样的一些 世间法也不会有信心的 包括我们出世间当中的 一些声闻缘觉 为自己的利益而获得成就 或者寻找成就的这些法门 也不会有信心的 所以平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弘扬净土宗的这些法师们 在他们很多的行为上也好 或者是从他们的言语上 也始终都可以看出来 利益众生的 那么这个利益众生的法师 当然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当中 是最深的 最至高无上的 这是当时释迦牟尼佛 对弥勒菩萨这样的一种演讲 弥勒菩萨他就告诉 弥勒菩萨 你应该知道这个道理 你应该对这个道理 有生起信心 世界上当中的 所有的天人也好 魔宗也好 还有梵天 比丘 萨门 世间的犹菩萨等 所有的这些行众都 应该受持 念诵 还要精通这个法门 并以为他众广泛宣说 也应唤醒修持 对他众也应该广泛宣说 自己呢 光是自己也经常听到过 然后念一点 但是从来不修持不行的 一定要修持 所以我们对念佛法门 当然是非常随喜的 但是在念佛法门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学有关净土宗的一些知识 这个很重要的 现在汉地有一个问题 好像觉得所有的净土宗 只是老年人的一种修法 所有的年轻人觉得 净土宗好像没有什么学度 到了哪一个寺院里面 基本上是五六十岁的人以上 念佛的人比较多 然后他们所有的净土宗 也是只是念一念而已 然后除此之外 理论上也没有什么科学的 有这么一个趋势 我觉得这种趋势一定要改 这个年轻人呢 我觉得应该一方面要念佛 一方面呢 就是对往生极乐世界的有关修法要掌握 然后呢 对净土法门应该学习 这个觉得很重要 然后自己通道以后 观鸿净土的法门 乃至三邪金 汉 义和 当守则并对此作本事相 就是自己三邪经典以后呢 现在都是一般来讲 三邪经典的人比较少 因为现在科学义气 什么福音节啊 大音节啊 有通过应法本的方法比较多了 这样的话 不管怎么样 净土宗的这些法本呢 当作自己的 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 做佛像 平时在这个经典面前 磕脱啊 发愿啊 做一些七指工啊 这些都是非常需要的 因为这个七指工呢 实际上我们《华严经》的精神 所以汉传当中 汉传佛教里面 以前并没有特别地强调七指工 但实际七指工 要学习《华严总》的时候 一定要很重要的 很重要 他说 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 有些人在很快的当中说 无量的众生安置于佛国 安置于如来正等觉国为 这是一个想法 还有一个呢 想见到阿弥陀佛 第三个呢 就是说 自己想获得极乐世界的各种庄严的功德 或者是自己呢 完全能往生到极乐世界 有些人呢 想所有的众生也是安置佛的果位 然后自己呢 早一点见到阿弥陀佛 自己早一点往生极乐世界 如果任何一个人 具有这三种愿望的话 具有 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呢 应该说这三个愿望是谁都会有的 度众生 想不想呢 我想肯定很多人都是 只不过是现在凡夫人 没有力量不然的话 学大乘佛法的话 一定要度众生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然而要度众生的话呢 就像以前上师如意宝所讲的一样的 没有见到阿弥陀佛呢 光是我依靠凡夫的这种力量呢 确实是自己根本没办法度众生 所以我一定要见到阿弥陀佛 要见到阿弥陀佛的话 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 有关经典当中都是这样的 要先到极乐世界 获得一切功德以后 再可以幻化出 或者是显示出各种各样的化身 来到娑婆世界来度众生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三个愿望 我想是我们在座所有的人也好 所有的这些 凡是学习大乘佛法的话 应该有这三个愿望 如果你有这三个愿望的话 那你一定要听受这个法门 受持这个法门 受持净土宗 为了获得净土宗的法门 哪怕是跨越三千大千世界 全部遍满火坑的话 我们也应该值得跨越 有些人认为 我这几天来到这个学院 上师也是什么堪布 也没有讲什么问解脱 前一段时间都是 有一批居士有怎么样 我来的目的就是 我以前钱很不容易挣 现在钱基本上都花光 还没有给我们讲六中阴的法门 哎 这个人真是坏 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怨气 这个怨气杀在贪嗔的一些旁边 有可能各种各样的现象 但我想 真的是你不管是花多少钱 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火坑 只不过是有点冰冷而已 这样也值得到这里来听受 然后不管在汉地也好 在哪里也好 哪里有一些听闻 净土宗的法门应该不顾一切的 一定要到哪里去 你看佛经当中也讲得非常 为了获得这样的法门 应该编满火焰的三千大千世界 也可以去听听闻 听书之后 当从内心深处 生起欢喜心 听完了以后 应该这样想啊 我一辈子当中 没有听到什么其他的法 但是我听到一个弥陀经 我听到一个净土教言 我听到一个极乐愿门 我的一生当中是真的很圆满了 而且去年我们这里 一些经总办的话 都已经讲了一些净土教言 还有什么极乐愿门大书 但是有些人听完了以后 觉得可以已经写完了 好像心里面一定感觉都是没有的 其实这就是我们对佛法的功德 还没有生起决定的定解 是这个原因的 如果我们对佛法 真的有种艰辛悲愿的话 哪怕是在这里听三个月的课 一辈子当中 再没有什么其他得到的话 也值得心满意足 真的是这样的 但我们凡夫人 该值得赞叹的不赞叹 该值得觉得难得的东西 没有什么感觉 不该觉得 好像我今天到了这里以后 我得到了一万块钱的 今天真的 我好有福气 我好有福报啊 你看 平白无辜的 我今天都是得了那么多钱啊 这就是人民币啊 眼睛真的是大大的 但实际上我们得到了一些真正的佛陀的 一些精髓的教言的时候 好像知若万文 就无所谓的 看着今天听啊 又要求福到啊 好麻烦啊 所以我们真的 在难得的人生当中 依靠上师的加持 遇到这些法 对这些法门应该值得精通 值得受持 还善邪 修持这法门 一定要紧紧 不清净 不行 刚才来一个纸条 就是说 我们这里有些女众道友 说是早上四点半都要出来背书 到经堂里面去背书 所以路灯可不可以提前半小时 我觉得这些人真的非常了不起 早上四点钟的话 四点半就出来的话 可能我刚才想了一下 可能四点大概是四点二十分都已经起床了 应该起床 不然的话可能不行的 那这样到那个经堂的时候 五点钟准时背诵 这样讲的 我们有些道友 可能八点钟的时候 好眼睛的睁不开 就觉得还想睡觉 所以人与人确实是不同的 《萨迦可言》当中也是有的 人与人也不同 很多马平与马平之间也是不同的 然后数目与数目也是不同的 很多有价值和无价值 有一定的差别 所以这些人 我想是我们 虽然我讲得非常可怜 也许我们说出来了以后 对他们的相续当中 在未来也可能有一定的好处 甚至在与牛奶这样短暂的时间里 也应当为他宣说 甚至非常短暂的时间 寄一头牧牛的奶 可能不需要很长时间 可能是几秒钟啊 几秒钟可能不行 几分钟吧 但这个有差别 像我们听说 新疆和蒙古的很多人 也寄牛奶特别擅长 特别善巧 也这样讲的 藏族一般是有些姑娘 通过寄牛奶或者打树油茶 从这方面来看 她这个人是有没有智慧的 所以好多藏族的姑娘 一边念《极乐言文》 有些是一边开始寄牛奶 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有这样的 好像我看见他们的动作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藏地 一般传统是男人不能寄牛奶 如果寄牛奶说明他的妻子已经往生了 有这样的传统 不知道新疆和蒙古那里是不一样的 所以出家人不要说 一般的男人从来看不见寄牛奶 如果见到以后 别人都会笑的 就是这样的 只不过别人能看得到 藏地女人就寄牛奶 那么这个 我刚才讲了 那个特别快 有些可能是一分钟左右 那么我们大概利用一分钟的时间 寄牛奶的时间 给别人讲一点 你多学一点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功德是好好地念佛 念佛的功德很大 你现在学密宗 如果实在是没办法的话 你好好地念佛 念佛 这样给他讲的话 虽然是短暂的时间 但也许你的话 对他的一生当中起到作用的 有时候有些修行人的话 一个上师 一个道友的一句话 对他的一生当中的转变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平时大家 不管是你坐火车也好 做什么样的也好 有时候旁边有一些 有因缘 那天我们去上海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人 他也觉得对佛法有点优缘一样 我说 我明天去放生 你也去不去 他当时是答应了 然后回去以后 一直打电话打电话 就不信 一直没有通电话 后来因缘就错过了 放生的因缘就错过了 所以有时候人怎么样 也可能没办法的 所以我想你们以后 不管是坐车也好 或者是坐飞机也好 反正旁边有人的时候 不管起不起作用吧 有些人对佛教非常排斥 有些人可能有一点因缘 有些人先觉得有点奇怪 好像顺便试探你 然后我们从世间法 各方面来取他的爱好 这个人喜欢什么 喜欢一些飞机的话 我讲飞机的功德 然后这个人喜欢讲一些火车的话 我讲火车的功德 这样以后 慢慢他的爱好跟我稍微有一个共同点 然后我开始给他讲一点佛法 如果其他的佛法实在是没办法讲得懂 我给他可以讲 你寺院里面去烧个香 好好地念一点阿弥陀佛 对你的功德很大 你嘴巴怎么样呢 或者阿弥陀佛 你给我念一下 看怎么样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 我们就这样说的话 也其实你 比如说我从舍达到马尔康 路途当中 我跟一个人坐班车的话 如果我让他念一句阿弥陀佛的话 我觉得我到那里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确实有时候佛教的利益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想 我们每一个人 何时何地都有利益众生的信 利益众生不一定是这个人真的马上变成红生了 马上变成成就了 不一定那么高的要求 一定要有一些很小的一些 哪怕是对他 摩坡仁波切的有些家人里面也这样讲的吧 有些是因缘成熟的人 获得解脱 因缘还没有成熟的人 在他的相续当中种下一个善根 这一点也是我们一定要做的 所以我们这么多的人 以后每一个人对自己身边的人 不断地努力的话 肯定很多人学佛法的 肯定很多人的相续当中生起正知正见的 这一点我也非常希望 你们每一个人应该记住 上师摄受我们建立这样的学院 摄受了这么多的弟子 我想应该是利益众生 并不是想自己发财 并不是想自己享受快乐 这一点我想肯定不是 下面讲 也应该为他人宣说 刚才这么短暂的时间当中 也应该为他人宣说 越过不满火焰的三千大千劫 也不应生起一后悔心 如果我们为了 听受一些净土法门 那即使你越过遍满火焰的三千大千劫 也不应该后悔 你看 如果你越过三千大千劫 遍满火焰 肯定身体都全部焚烧 会有这种痛苦 但是不应该生起后悔 所以我们为了听受净土教言 这样的话 你来到藏地也好 花了多少钱也好 或者是汉地的话 就为了听受净土方面的一些法门 打出主持也好 或者是花了多少钱 然后自己怎么样辛苦 怎么样痛苦 怎么样的话 实际上不应该生起后悔心 我们应该所得到的 有一定的功德 这一点生起欢喜心 何以古弥勒 这些都是佛经里面的 以前无数无边的这些菩萨 哪有他的话 他们也是听过净土法门的 而获得了无上真实圆满正等觉 不退菩提果 就是真实圆满正等觉 所以他们也是通过净土法门 而获得了成就的 无数的这些菩萨 也是依靠这个而获得解脱的 所以我们应该对净土法门生起信心 今天讲到这里吧 好